超級便宜 就是真的很好用 外除膝蓋很方便的東西 像他這邊做了兩個三角形 把空間壓出來 可以放飾品 你今天就是要跟這個人過夜了 但是你不想讓他看到你狂臉波的現象 這時候就會需要這個東西 首先我的化妝袋是這個 其實應該在其他的影片可能 在其他的影片可能有出現過 這個是我有朋友去澳洲玩的時候買回來送我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在哪邊可以買 我覺得化妝包就是一定要防水 然後容量至少要這麼大 就是可以裝得下你所有的化妝品 不需要分袋裝 就是一袋搞定的感覺 通常都會先從一個空袋子開始 然後我就會開始想我化妝的順序是什麼 比如說我先化底妝 那你就把底妝拿出來 這一顆是亞斯蘭黛的氣墊粉餅 初出完我一定是帶氣墊粉餅嘛 因為你就不用帶一整罐粉底液 然後還要再帶一個粉撲或者是海綿之類的 氣墊粉餅就是一顆就可以很好攜帶 然後我就會想化完底妝畫眉毛 所以就是帶眉筆 眉毛畫完畫眼線 那就收眼線 眼線畫完就是畫鼻影 然後有睫毛夾就會有睫毛膏 然後出出來的話我可能就會帶個兩三四支口紅 就是帶一些平常記憶會擦的顏色 就這樣子 我的化妝品就收完了 全部收好的量也才這樣子 就是非常 還有很多很多空間的那一種 應有盡有嘛 你已經把所有需要的東西照順序想過一遍就不會漏掉 所以就是非常推薦大家這個 收東西的邏輯 大家可以試試看 好再來的話呢我們就是要收一些洗漱用品 然後我都很習慣用這種 就是買保養品會送的這種袋子 第一個卸妝的東西呢 我現在用完了 所以沒有那個食品 我把它Key在這邊 我一定會帶的就是Bifista的卸妝巾 我覺得那個是我就是通勤生活以來 每次忘記卸妝巾 我都會跑到全市去挑 我覺得他們有擺出來的架上的所有卸妝巾 我應該都有買過 然後我最喜歡的呢 就是Bifista的白色的那一個 它好像是有標榜可以卸眼唇 就是整個卸得更乾淨更清潔的那一款 抽出來的一張你就可以卸整臉 不用用到兩三張 然後它的那個紙巾的材質 擦起臉來也是很舒服 不會讓你的臉好像被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推過去的感覺 就是輕輕的可以卸得很乾淨 大部分臉上的妝我都會用那個卸 但是我還會再多帶一瓶像這種 專櫃送的小的卸妝水 這種就是卸眼睛會比較快 雖然Bifista那個是有標榜 它可以卸眼唇 它是可以卸掉沒有錯 可是你用這個的話 它就是速度會更快更方便一點 而且因為像我化妝的時候會畫眼線 常常需要修改什麼的 這種帶出門就很方便 你就棉花棒塞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修修修修修 所以我出門的卸妝就是Bifista的化妝精 再加上任何一個品牌的 小罐的卸妝水 好 好 再來呢 再來呢就有一個我比較奇怪的地方 我不是說我很討厭帶很重的行李嗎 但是無論如何我一定都會帶這種 一整條的洗面乳 因為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就是很重要 每個人都有一些他們堅持的事情嘛 可能有些人就是想要帶眼影盤啊 有些人想要帶十字口筒啊 但是那些對我來講都不是那麼重要 我的最重要就是我一定要有非常足夠 非常強力的洗面乳 洗臉這件事情對我來講太重要 我沒有辦法接受洗完澡 然後臉還不太乾淨的那種情況 所以我一定會帶這種最大罐的 可以確保我晚上睡覺之前臉很乾淨 起床的時候 以後可以用非常足夠的洗面乳洗臉 所以我帶行李的堅持就是我一定會帶這個 然後保養品的話呢 我覺得最聰明的方法就是直接帶一片面膜 早上也想敷的話那你就帶兩片 就不用再帶瓶瓶罐罐的東西 除非你真的有很重要的活動在隔天 你需要確保自己超級榮光煥發的話 那你再多帶一些保養品 但是我覺得平常或者是出去玩的話 其實你用一個面膜真的就已經很夠了 你就貼上去 時間到了拔下來就好了 你也不用就是還要開啊 塗啊磨啊什麼洗掉之類的很麻煩嘛 對 好接下來這個東西呢 我稱它為過夜神器 就是當你不想要讓人家看到你非常狼狽的素顏 或者是膚色不均啊 有任何就是皮膚上的瑕疵 你今天就是要跟這個人過夜了 但是你不想讓他看到你臉上這麼多 坑坑巴巴黃臉婆的現象 這時候呢就會需要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來自日本的晚安蜜粉 你打開來看非常非常的可愛 它有一個就是很少女的這種粉撲 然後打開來呢一個塑膠棉 裡面的粉是這種純白色的 然後它的功用是什麼呢 主要就是在 比如說你晚上擦完保養品之後 臉油油的嘛 有些人不喜歡這樣子油油的入睡 他們就會撲一層就是輕輕的拍一層 在皮膚上面 然後它就會有一點點修飾的效果 我覺得這樣應該看不出來 它就是很細微的修飾 然後你摸起來皮膚的觸感也會很細 就是它會讓膚況看起來好像有變得好一點 可是你又說不出來你到底做了什麼 然後這個東西也是香香的 就是我那時候買的時候它是有說什麼 裡面有含膠原蛋白粉啊 然後你可以養顏美容什麼的 我個人是不覺得它真的可以就是養顏美容 但是它對於修飾皮膚的顏色 讓質感整個變好我覺得是有的 它是一個蠻有用的東西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後面 它這邊有什麼洗顏不要 就是它用了之後不用洗掉 然後用量也不要太多 不然你就是會變成藝劑那種 就是輕輕輕輕輕的拍一層 然後你就可以很安心的去睡覺 人家就會覺得 哇你素顏皮膚好好喔 這種這種感覺 再給大家看一次這個包裝 日韓的藥妝店都在買 松本青啊什麼的 大家可以去逛逛看 好然後這一袋最後的東西呢 這種綁頭髮的髮圈 然後還有護唇膏 好再來呢 這東西也是一個冷門好用小物 它是飾品收納袋 還有兩個大小 它的大小差的還蠻多的 這個就是真的兩天一夜 或者是你飾品不多的人 飾品小小的人比較適合 構造呢就是這樣子開口的 我覺得它很細心 它做了這種氣墊感覺的 就是你這樣子壓它 它其實是有很厚的厚度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 蠻值得推薦的東西 它這樣打開啊 這邊是做就是浮起來的感覺 所以你的飾品其實是有一定的空間的 它不會死死的被貼住 你看它這邊做了兩個三角形 把空間壓出來 它這邊等於是一個比較空的地方 可以放飾品 你如果有一些造型啊 或是一些鑽啊什麼的 就比較不容易被壓掉 我覺得這個大家真的可以去買 記得我發現這個東西是在 就是網路上發現 然後我到現場去買 我跑了兩家店 這個size都已經沒了 我覺得不算很多人知道 可是當你要去買的時候 好像也不太好買 價格大概是一百多塊台幣就有了 所以我覺得超級便宜 就是真的很好用 外出攜帶很方便的東西 好 其實我會特別把它們這樣一包一包包起來的東西 差不多就是這樣 另外就是內衣褲的收納 我覺得也是蠻重要的 像那種我覺得會把這個平常 買衣服 他們送的這種比較厚的 質感比較好的袋子 我都會留下來 有這種封口的是最好 我覺得這種是最好用的 就可以把你的內衣褲很平整的放進去 像這樣子 然後它又不會跟你一般外出的衣物混 混到一起 帶去的時候是裝乾淨的衣服 你帶回來的時候可以裝髒的衣服 如果你去住的飯店沒有提供那種 就是洗衣袋 或者是換洗衣服的袋子的話 這個就很方便 先從化妝品開始放 然後洗面乳跟面膜 再來就是放衣服的部分 一件晚上睡覺的睡衣 兩個一身一錢的牛仔褲 這種軟軟的袋子呢 就是可以放很多的充電器 可以充電線 放在旁邊 一件隔天要穿的衣服 這邊就完成了 先放這個換洗的內衣服 先拆一點膠線 把空氣擠出去 一雙隔天要換的鞋子 經典的話就當然不用帶鞋子 然後兩個可能可以替換袋的包包 完成 OK 好了 我的行李呢 非常非常的簡單 非常非常的簡便 我覺得東西應該也都算是帶的蠻奇的 如果這邊要再硬放一個後背包 也是完全可以放得下 其實還是有很多空間 通常出去如果帶行李箱的話 就還有些空間可以放一些 買回來的東西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流控也不錯